这个男技师每天都吃妻子做的沙丁鱼 尽管妻子做的沙丁鱼都没有眼珠子 但他却吃得津津有味 因为他天生就是个盲人 不仅不知道沙丁鱼长什么样 就连他妻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殊不知妻子之所以每天都给他做抠了眼珠子的沙丁鱼 就是希望他能像这条沙丁鱼一样永远看不见 因为妻子担心丈夫恢复视力后会嫌弃他长得丑 原来男人是一个十里八乡有名气的盲人技师 由于他是村里最帅的男人生意源源不断 这天他的按摩店来了一位漂亮贵妇 也正是这名贵妇影响了他的一生 就在小帅一脸认真地为其按摩时 贵妇突然打断了他的工作夸赞起了他的帅气 还说他如果不是盲人他妻子绝对配不上他 就当小帅不知所措之时 贵妇突然起身说自己有个朋友 从初升起腿就不会走路 但自从他每天坚持去山上的一个寺庙 祈福了一百天后 他的腿不仅能正常走路了 而且还找到了一位漂亮老婆 小帅听后陷入一阵深思 下班回家后小帅立即向妻子提出 自己也想去山上的寺庙许愿 试试能不能将自己的视力恢复 没想到妻子一听脸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 他询问小帅如果视力恢复后他最想看什么 听到小帅说如果恢复后最想看他的脸 妻子意味深长地说道 没想到小帅此时却说 这个盲人即使每天都去寺庙 祈福能重获光明 但妻子却担心丈夫恢复视力后会抛弃自己 因为正是因为小帅是盲人丑陋的妻子 才有性嫁给了他 为了弄清妻子到底长什么样 每次来到寺庙小帅都会虔诚地许愿 隔壁老王得知小帅经常去山上许愿后 却让小帅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 因为他的妻子也经常去山上祈福 不是也没什么用吗 小帅一听十分疑惑 因为他从没听到妻子说过他为自己祈福呀 尽管小帅对老王的话半信半疑 但他回家后也没有询问妻子这件事 而是仍然坚持每天来寺庙祈福 很快就到了来寺庙祈福的一百天 这次小帅双手合十比往常祈福都更加的用力 希望老天爷能够显灵 可就当他睁开眼后 他的视线还是一片漆黑 意识到可能这个方法真的行不通后 小帅失落地回到了家 就当他抱怨自己祈福了一百天一点又没有事 出门带回来的石头却掉到了地上 就当他俯下身子弯腰去检视 他的视线逐渐开始清晰起来 看到眼前的妻子后 小帅的心情十分激动 他竟然真的重新获得了光明 看着家里的镜子 小帅这才知道自己原来长这个样子 重获光明后小帅的心情十分开心 但看到妻子眨了没有眼睛的沙丁鱼 小帅却再也没有了胃口 甚至还觉得恶心 得知自己平时都是吃的这种鱼吼 他并没有说话而是走出了家门 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房子外面捡石头 邻居看到他重获光明后还在捡石头 急忙调侃到你妻子之所以之前喜欢石头 是因为你是盲人 现在你看见了可以买一些首饰送给他讨他开心 尽管事后小帅为妻子买了一件漂亮的发簪 妻子却说他不想要只想要石头 这个盲人技师靠着去寺庙祈福重获光明 但他的妻子却担心他有一天会抛弃自己 因为翠花是全村最丑陋的女人 而小帅则是村里长相最帅的小伙 尽管小帅重获了光明 但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盲人按摩店 这天隔壁老王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店里按摩 得知小帅已经恢复势力后 老王询问小帅他的妻子漂不漂亮 没想到小帅却说不知道 想到自己的愿望已经实现次日一大早 他便来到了寺庙还愿 没想到就在他离开寺庙时 突然看到了一位贵妇 得知对方正是当初让他去寺庙许愿的贵妇后 小帅瞬间愣住了 因为他的确比翠花好看多了 看到小帅现在已经重获光明 贵妇的心里也非常开心 为了给小帅庆祝一下 他急忙将小帅带到了自己家中 起初的小帅还是感觉有点害羞 可看着桌子上的好酒好菜 小帅最后还是忍不住的大块朵 没想到就在这时 翠花却一把推开了房门 看着小帅在别人家里吃饭 翠花二话不说就走到了小帅的面前 直接用手死死地按住了小帅的眼睛 好在刚刚发生的只是一场梦 但这梦他又感觉无比真实 因为现在的他真的看不见东西了 翠花见状急忙解释 他刚才可能是做梦了 就当小帅再次倒头大睡时 翠花的脸上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次日一大早他仍然像往常一样 来到了寺庙 祈福小帅的眼睛永远看不见 很显然失明并不可怕 可怕的永远是让人看不穿的人心 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